大家午安、大家好 四川人很能吃辣耶 它不同於重慶的麻辣 跟武漢的甘辣 因為四川的辣是 麻中帶辣 厲害了 然後辣中帶麻 四川人的飲食文化當中 什麼料理都一定會鹹的 其實武漢是很貴皮的 而且他們家裡 或是他們要吃辣 飯店、餐廳所有料理 都稍微有辣椒 所以譬如說 這個有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個已經每個地方的 飲食文化 我們來講 其實我們台灣 不然有收起 所以應該也是要吃一些辣比較好 如果說得很熱 太公了 因為很熱 沒有辣就不會開啤 所以這個辣椒 辣呢 是真的已經變成很多人吃東西 都習慣一定要有這味道就對了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料理 就是算... 如果長過眷村的朋友 他們都有一些他們的料理 就是很下飯 然後又很下酒 就很好吃 有它的一個特色 今天上面來跟我們分享 好吃的料理 我們來歡迎我們 梁又翔老師 美鳳還有觀眾朋友大家好 老師好 你講到眷村的麻辣 對 我高興得要死 我頭後早潮已經冒汗了 我會講到眷村的料理 你意思是說眷村的麻辣 有眷村的麻辣嗎 對,眷村煮小的時候 他們都會吃一點鹹 像爸爸喝酒還喝點辣的 爸爸的酒以前... 高粱以前不是很辣 對 台灣人以前是不吃這個 可是現在吃麻辣、吃高粱 都是台灣人 對啊 而且像年輕人 很多人好愛吃辣的 麻辣鍋的生意好的不得了 老師今天要跟我們分享 是什麼樣的料理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 其實現在我們在外面市面上 很方便就可以買到麻辣鍋的湯底 但是買了麻辣鍋湯底 只吃麻辣鍋 我覺得有點單調 尤其像美鳳美美的女生 要做一些比較清淡 麻辣中的鮮甜給你吃 所以煮了一個比較香的 就是水煮魚 改良版的水煮魚 對,喜歡吃魚嗎 喜歡 水煮魚的食材有 我們先把麻辣鍋的鍋底 先把它熱起來 好 好,這邊呢 現在這個麻辣鍋 有時候它裡面一定配有鴨血 對 還有豆腐 這個鴨血 現在就是大家都在講 食安問題、食安問題 那鴨血 哪來那麼多的鴨血啊什麼 有,是有的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現在其實中南部 有非常多的養鴨人家 其實我們的鴨肉 有的時候還賣不完 有時候他們把它作成罐頭 有時候作成食品、鴨賞 外銷 現在韓國人、日本 特別喜歡吃我們台灣 做這種鴨... 滷著鴨肉片 鴨賞之類的東西 好 所以老師 對這個食材有研究 所以這個食材 它也都是非常用心的 對 好的 我們就直接來倒好了 再煮比較快 因為現在這個湯底 它通常比較濃郁 好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最主要是 把這個麻辣的香味 先用這個鍋子把它煮出來 好 那這個水煮魚 它基本上就是 以前也有一種 叫比較高級的菜 叫 這個 湯泡魚生就是說什麼 把魚切得很薄 鋪在裡面 煮滾的雞湯 往裡面一沖 魚肉特別嫩、特別的鮮 但是我們今天用這種麻辣鍋 直接來作 就叫湯 也叫做麻辣 魚一般叫 就是叫水煮魚 意思是這個樣 對啊 我們製作單位也很貼心 想說老師就不要切魚片了 家庭主婦也不要切了 但是這個湯泡魚生 我們希望這個魚片 稍微再薄一點 對 所以它就比較容易熟 而且特別嫩 所以一般現在台灣的水產魚 也都是非常健康的 我們這個魚 就在出的這個地方壓一刀 就一條魚把它切成兩片 這樣 這樣它等一下沖一下 它就容易熟 有的比較薄的 我們其實可以不要騙它 如果說家庭主婦 你刀工沒有像梁老師這麼好的 不是 就直接丟進去煮一下就行了 OK 我就直接丟進去 把它煮一煮就好 對 這個菜在廣東菜裡面 也有一種 也叫作湯泡魚生 它就是把這河裡的魚 但是我們今天用海裡的魚 海裡的魚細菌比較少 對 所以人家喜歡吃海魚 對,我們就騙好的這個 如果都有用食也沒關係 對,都是... 但是它就是... 我們現在追求的是美味嘛 那一般... 口感、味道不一樣 因為這款魚 它也可以吃生魚 對,清的就... 清的吃也沒關係 但是這個魚肉 最珍貴的就是 它剛剛好熟 這就是人間美味了 大家上美鳳節目不容易 真的哦 那一定要拿好吃的孝敬您 別這麼說 歡迎各位的光臨 對啊 所以說也要讓美鳳的觀眾 你的中式觀眾 就知道 就是有些東西它可以更好吃 對哦 就是要用這個方法 好,我們等一下可以比較 就是說讓這個魚 有的切薄片 有的是用它原來 它有的本來就很薄的 我們就不要把它吞噹了 這是一般我們的魚 好,差不多這樣子 就可以做成一份了 好 那我們這個呢 還有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外面 其實 美鳳去過成都嗎 要去過 你有吃它的麻辣鍋嗎 有 你自己喜不喜歡吃麻辣鍋 喜歡 真的嗎 喜歡 那你喝那個湯嗎 不喝 其實很多... 我們台灣很多朋友 四川朋友來台灣 看台灣的水果女 在吃麻辣鍋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 四川人跟你一樣 他們其實在吃麻辣鍋 他不喝湯的 因為我們台灣 那十多人都要喝湯 對啊 我們漫人、服裝造型 因為麻辣 不過他喝那個湯是滾起來之後 然後上面那個辣油分兩邊 他是搖中間的來喝 可是也是很強耶 那個口味好重耶 厲害 你好,我愛感客朋友來分享 做這個水煮魚 它一定要黃豆芽 把那個湯給它吊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 現在湯已經有點滾 還有一個 就是美鳳,你有沒有聞到 我這個香味 麻辣的 麻辣的香味 而且它沒有太多的油 最主要是我們最怕的 其實就是那一層油 它給我們人體帶來 非常多的負擔 我剛剛前面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有非常多 賣麻辣鍋的 他說我這裡用了四十幾種藥材 什麼七十幾種藥材 我建議觀眾朋友 你如果聽到藥材很多的這種麻辣鍋 絕對不要去嘗試 為什麼 因為它吃完就是毒 有毒 就真正的麻辣鍋 不能太多原... 就是香料 香料 就是你基本就是要有醬料 像我們這個麻辣鍋 就是基本就是 還有一些... 我把這黃豆... 好 還有一些陳皮、冰箱 就簡單的 而且它非常的香 我們把這個黃豆芽 這樣差不多兩分熟 是 我們把這個黃豆芽 先把它拿起來 來 這都有吸到這個... 蝦米耶 不是,會吸到一點 但是它... 你聞到味道怎麼樣 有 如果愛家人 當天都開心得很 第二天就辛苦得很 但是不會 因為好的麻辣鍋湯底 像我這個 今天推薦給大家的 它完全不會浮躁 這樣夠了嗎 可以了 好,我這樣手勢都是洗乾淨的 好 我們先把這個魚片 這是厚的還薄的 這邊是厚的 厚的 鋪上來 厚的把它鋪在右邊 這薄的把它鋪在左邊 就這麼簡單 那個碗不用燙過,夠熱 這個夠熱了 其實就是... 它最主要是 那個湯把它嗆下去的時候 有一點感覺 就直接倒而已嘛 對,直接倒進去 好 來 好 沖下去,對 對,再倒 要淹過那個魚,再倒 OK,好 來,可以了 這邊再撒上一點點蔥花 一點點香菜 這道菜就已經完成了 這樣 所以... 那魚收了 是不是很簡單 來,魚這樣子幾乎就熟了 準備上菜 準備上菜 香味是意啊 好香哦 我要吃內水煮魚 這樣真的是熟了 對啊,熟了 其實一沖下去 差不多三秒鐘就熟了 好,老師 剛剛我們要搬過來的時候 美鳳一直懷疑說 老師,熟了嗎 熟了嗎 熟了嗎 好,老師,這個給你 謝謝 好,這個 好 其實吃這個魚 就剛剛好熟的時候 它是那種對美味追求 最高的一個境界 是哦 所以才有這種作法 就是把它沖熟 沖熟 真的很熟啊 要放非常滑嫩 對不對 熟 煮得不夠吃 好,一般來講 像這個呢 它可以在家裡面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大條蓮 蓮魚、草魚切片 其實味道也是非常好吃 這個也不要浪費 老師,那個麻辣湯底很香 我把這個也吃一點 我來一點 因為我研究這個麻辣鍋 其實研究也研究快二十年 像以前我的姐姐 還沒去美國以前 他們每一次從美國 最頭痛的就是什麼 要去買一個麻辣鍋 帶到美國 美國連原料花椒都找得不好 好 所以其實我這裡有一半 也是為我姐姐研究出來的 對 而且我剛剛跟我們的... 我們製作人家開玩笑 我說吃麻辣鍋 最怕的就是什麼 會啊 而且屁股會痛 第二天就很辛苦 對,但是我這個絕對不會 而且不會燥 對,這是... 這裡面的... 其實呢 最主要我用了非常好的花椒 好 很好的辣椒粉 好 很好的豆瓣醬 老師,那你講 我來算 對 老師,我先算這個對嗎 對 其實觀眾朋友 一定要跟美鳳學 其實吃這個麻辣鍋的時候 很多朋友 把蔬菜、菇、菌 什麼都往裡面丟 那不對 不對 絕對不對 我都不敢... 不敢吃麻辣鍋的菜 吸油吸油比較乾淨 因為它煮得太久 而且它把麻辣鍋的香味 全部都把它分散掉了 所以在吃的時候 第一個呢 首先大家觀眾朋友看看 美鳳吃它的 好 我這邊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我們要... 就是把這個 蔥花還有香菜 泡就是放在碗裡面 我們放一點點芝麻醬 這是一種吃法 有的朋友是用醋 但是我的吃法就是放一點芝麻醬 然後你就直接把這個湯 就舀... 把麻辣鍋的湯舀到這碗裡面 然後把它拌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千萬不要再淋什麼醬油 那些 因為那些對我們的腎臟負擔太大了 所以它... 因為這個麻辣鍋裡面 所有的香料它都有 它就很麻辣 它又提醒了 我會抱歉 不會 應該讓你辛苦 好 那一般來講還有... 美鳳,你也吃牛肉嗎 吃 有 那我就要問你了 如果吃麻辣鍋 先吃牛肉 還是吃豬肉 還是吃魚 還是吃蔬菜 蔬菜一定是不能先吃 對 那我看魚先吃了是不是 也不對 還是豬肉先吃 最早如果有牛肉 真的嗎 再吃豬肉 為什麼 對,因為你這個豬肉下去 豬肉它味道本來很鮮 但是豬肉它... 尤其是魚放進去 那個魚的蛋白質呢 魚的湯 魚的蛋白質就會有帶一點魚腥 還有魚的蛋白質太高 普林就快點跑出來 普林就對身體... 對 當然在這裡面吃麻辣鍋 不要忘記這裡面 有非常棒的鴨血 美鳳 來 謝謝 原來你跟英國人不異國的 英國人說我們的鴨血是怪物 說我們中國人愛吃血 它不知道有多美味 就是我們麻煩我們攝影大哥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鴨血還有看美鳳的這邊 有些朋友說 美鳳... 有一些孔 有一些孔 大家會說 有這個孔是不是不好的 外面吃的都是滑溜溜 滑溜溜 都沒有毛孔 因為他們有 一種消泡劑 也有人摻了非常多 其他的豆的澱粉 讓它沒有毛孔了 所以一般像我們這是純正的 就是鴨血 沒有摻任何的這些什麼 什麼其他有的、沒的東西 所以它吃起來有點像凍豆腐一樣 滑嫩當中帶一點脆脆的 其實我滿喜歡吃凍豆腐的感覺 還嫩豆腐、板豆腐也很愛 對 你看我們這個湯頭 應該再多加一點水 因為我這個滿濃的 對 再加... 鴨血它本身味道也很夠 對 你可以再加豆腐加什麼進去 就稀釋它 我這個筷子是公塊 美鳳,你夾一塊豆腐看看 好 這豆腐也不錯 就基本上就是說 吃麻辣火鍋 有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鴨血豆腐 吃一口、吃一小口 再配一個肉 你這樣吃肉就不會太胖 否則有的朋友一直吃肉吃肉 你太多的會胖了 我們這個豆腐一般來講 也是就是說 因為它大量製作的時候 最難的就是什麼 台灣的食品 其實雖然前一段時間 有食安的問題 其實我要告訴非常多觀眾朋友 台灣的食品 真的是世界第一名 尤其我們做了非常多的罐頭 現在依然是很多的食品 包括我們的魚罐頭 雞肉罐頭 我們的外銷量 比日本、韓國還要多 為什麼 別人對台灣是肯定的 我這樣一直吃 吃到我已經... 我真的... 我常過這種事情 什麼 公筷跟直接筷子 我已經到後來吃到公筷了 沒關係,這邊... 我常這樣耶 這邊為了你多準備什麼 我發覺啊 如果這樣吃的話 我會先放一點清水 放一點清水 清水 然後我會把鴨血跟豆腐 先放在清水滾一下 我再把湯放進去 也可以 對 然後現在吃毛肚 這是你最愛吃的 我最愛吃 這個... 還沒有錄影的時候 毛肚在哪裡 快點幫我放進去 因為毛肚可以耐煮 耐煮 而且它越煮其實越滑嫩 還有一個... 真油炒哥,我沒辦法 你為什麼 那個會吸辣啊 吸油 好吃 對我這個愛吃的 我就非要有它 而且你知道嗎 超好吃的 那個算什麼 還要有這個豆腐嗎 這個吸得越辣越好 這是男人的最愛 好 一般吃麻辣鍋呢 就跟觀眾朋友分享 就是肉 牛肉吃完吃羊肉 羊肉吃完吃豬肉 豬肉完了才吃海鮮 那如果尤其有些什麼花枝丸呢 你這時候一邊吃那個時候 再把這個丟下去 這樣比較不會湯 一個就好 兩個就好 OK 好 然後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把一些菇 把它放進去 反而是高麗菜最後放 因為你在吃麻辣鍋的時候呢 你高麗菜一直煮 煮的那個湯 原來麻辣的香味 全部被它消散了以後 怕煮軟軟也不夠 其實這個高麗菜就是什麼 丟進去 涮一涮就拿起來吃 又脆又香又好吃 這個吃法 可能觀眾朋友大概第一次聽過 我滿喜歡高麗菜 就不要煮太久 脆脆比較好吃 對啊 那才是... 才是才好吃 你這樣吃的才對啊 好,那我先幫你準備一個 一個麻辣鍋好吃的話 湯底 它到底是要... 它製作的特色是什麼 好 這麻辣鍋呢 第一個就是絕對不能用什麼 太多的中藥材 它用香料 第一個要挑好的花椒 因為現在兩岸 它很多的商業非常的頻繁 以前窮安歲寒時 眷村很多媽媽四川來的 他都說台灣這個菜 最可惜的就是沒有好的花椒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直接買到 中國四川茂園最好的花椒 而且還有乾辣椒 乾辣椒、花椒之後還有一個辣椒粉 你在把它炒香的這個過程當中 火候不能很大 所以它就不上燥 那因為非常多的麻辣鍋 我剛剛說為什麼吃了會肚子痛 會屁股痛 它就油燒得太燥了 燥了以後把這個辣熏出來 它就是整個鍋都會很燥 所以我們用低溫的油慢慢慢慢泡 所以很多的香味在這個糖底裡面 了解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就是絕對不能用大火去爆香 這叫什麼辣椒 就是辛香料不能用大火 好,來,這個我的 這個時候最好吃 吸的這個 那個還沒... 那個多煮一下 多煮一下 在家裡就可以這樣耶 挺讚的 好,當你第一次吃了之後 我想你就會更清楚 那接下來我再吃這個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樣吃 你有不同的吃法跟煮法了 像我今天第一次嘗試 那我再想 下次如果在家裡想吃個鍋 我就想說我應該怎麼樣來煮 怎麼樣來吃這些肉 然後最後再放一些什麼 對 好,今天也算是上一課 所以我再強調 不管你煮麻辣鍋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就是 現在我們不是吃鴛鴦鍋嗎 對啊 一般麻辣 一般是清湯嘛 清湯也是這種吃法 千萬不要一下子 就把蔬菜就往裡面倒 就像我們去吃小布小布一樣 不懂得 不懂得的人就把它放上去 如果你去高級一點的小布小布店 那個老闆不會把蔬菜給你 叫你先丟你 他一定叫你先吃肉 吃完肉再吃海鮮 然後那個湯就非常鮮美嘛 很鮮美的那個湯給你 再來吃蔬菜 蔬菜就更好吃了 這個請大家要記得 好 有人是這樣啦 怕胖啦 就先吃菜啦 是這個原因 後面再吃一點肉 因為已經飽了 這樣子 這樣子 我是用美味的方法 對嘛 是 因為有時候我們 現在追求美味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嗎 一邊吃肉的時候 一邊吃海鮮肉 要配著鴨血跟豆腐 它就有飽足感了嘛 好,那配肉OK 因為鴨血口味比較重 是 肉比較沒有什麼特別味道 所以這樣互相配的是還OK 搭著 然後又有飽足感 對 最後你的湯頭也鮮了 菜算一算 像美鳳這樣 這個高麗菜記得 觀眾朋友跟美鳳學 不要燙太久 你就算一算起來吃 超好吃 脆脆的 真的不要燙太久 那當然白菜是不一樣 白菜是可以煮比較暖的 有人喜歡吃 那高麗菜不要煮太久 對 脆脆的就口感特別好 而且特別甜 特別好吃 而且台灣的高麗菜 真的好吃 尤其冬天還賣得特別甜 便宜吃起來 脆脆的 脆脆的那個甜 鹽味還跑出來 真的很好 你看這個 大家對麻辣鍋的印象 都覺得又油 然後覺得又膩或鹹 那老師特別跟我們調配 這樣的一個方式 麻辣鍋底 讓你就是... 它可以吃到豆腐 然後還可以吃到鴨血 而且安全的鴨血 而且就是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享受 然後還可以去超市 自己還可以買一些豆腐加進去 對啊 都可以的 買一些肉 對,其實吃火鍋 最棒的就是 你愛吃什麼通通 對,只要有一個鍋底就搞定 對啦 好不好 非常謝謝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 謝謝 好吃 高麗菜脆脆的真的好吃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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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